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社区叫Talavera 这个社区到目前来看基本上是建设完毕了 所以呢很多样本间和户型已经不能盖了 它所在的位置就在Saleston West Park这个高速公路的旁边 学区一般吧 九分七分七分 学校还是比较新的 社区活动中心啊 湖景啊各个方面都非常的完善 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房子呢 是一个2500多尺的 也是现在基本上唯一能盖的一套样本间 他们所有的地块基本上都完全完成 整个社区是尾部的一个阶段 如果你现在买了的话 很快社区完全建设好 位置非常方便 学区一般是这个社区的特点 感兴趣就看下去吧 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房子 是一个Maritage这个建商的 它这几个样本间都不能盖了 就只剩下一个还可以看可以盖 其他的都没有地了 现在卖的太疯狂了 就每一个建商都差不多是这种状态 我们看的这一套就是还能盖的 就这套还能盖 还有几套房子能再卖 这个地方呢 是为Suston Richmond的一个区域 它离West Park较高速很近 去中国城哪哪都很方便 一打开门是这样子的 然后它这个旁边先是一个这样的主餐厅 窗户开得比较多 所以整体是亮堂的 然后往里走 侧面呢这是一个客人用的洗手间 然后它的楼梯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也不冲门 然后这边走呢是一个洗衣房 洗衣房也带着窗户 在洗衣房出来这儿本来是一个储藏室 但也可以这样做成楼空的一个小的办公的区域 然后这边是厨房 然后厨房的旁边就是客厅 然后再往里走是主卧 社区的地理位置不错 然后去中国城或者去市中心等等任何地方都很方便 这边是洗手间 它的价位区间就是三十几万 最后价位可能如果您装修生机多的话 会将近四十万 但是一般这个社区三十几万是能拿到的这个房间 然后现在我们就去二楼看看 新房我就不拍院子了 因为新房的院子跟这个客户选的占地面积的大小有关系 所以最后还是要看您选的这个地大还是地小 我们现在上二楼看看 上来之后呢 右手边指的是它的阁楼 它就给你看一下它用的材料 然后一上来这边是一个卧室 然后这边这边都是卧室中间是活动室 先上这个卧室看看 这个床是一个queen的床 然后这边是一个活动室 活动室的这边 这是一个小的房间 是做成婴儿房 两个房间共用一个洗手间的这种设计 然后这旁边也是一个房间 从这个房间出来之后呢 这边还有一个洗手间 这个洗手间之所以放在这儿就是 你记得另外一个卧室没有洗手间吗 再加上活动室的这个活动的人 可以过来上厕所 这就是这样的一个设计 这种就是非常实用的居住的一个 这个小别墅 好了 现在我们就看一下这个设计的位置 在什么地方